莲池大师竹窗随笔,人身难得,一文,一诗人身,万劫不复。 这句话谁不知道,虽知道却并不在意,则等于不知。 从前须达掌者为福营建堂事,佛看到地上的蝼蚁,便对须达掌者说, 这些蝼蚁从皮婆施佛以来,历经其佛,如今仍是已身。 试想,每经一尊佛出现于世度生,上要等待很久年代,何况七尊佛呢? 就像既是家佛之后,须经过五百余万岁,依菩萨处太经为五十六亿七千万岁,然后此世下生。 明帝八佛,到那时还不知这些蝼蚁能否托得以身,纵然得托以身,又不知何日才能得人身。 今举目见世人魔剑皆种,而不知的人身竟是这样难。 既得人身,却又漫不经心地空过一生。 真可痛惜啊,反思我自己有时也是懈怠虚度,不能不身子痛惜。 借此也顺便便告诸位志同道合的人。 一文,眼连法师原文,一诗人身,万劫不复,此与谁不知之,知之而漫不加矣,与不知同。 西区达为佛迎世,佛是地上楼矣,而为达言,此已疲佛师佛以来,精金欺佛,尚在以身,夫一夫出世,历年甚久。 身曰七乎,世家而后,过五百余万岁而此事下生。 明帝八佛,为之此已脱故身否,纵脱以身,为之何日当的人身也。 今图见举目是人,彼肩相膜,而不知得知之难如是。 既得人身,漠然空过,真可痛惜,与之懈怠空过,不能不身子痛惜,而并已告福统治者。 诸事依虚达,又作虚达多,华裔作善师,善给等,为古中印度交萨罗国省位成之长者,波斯逆王之大臣,其性仁慈,因常怜悯贫穷,孤独者,好行不失,故欲为己孤独长者,归依佛陀后,建造之缘经社,供养佛陀。 二皮婆师佛,为过去欺佛,皮婆师佛,师器佛,皮摄福佛,居留孙佛,居纳汉蒙尼佛,加业佛,释迦摩尼佛,至第一佛,逆位圣观佛,敬观佛,圣见佛,种种见佛。 此佛出世在咸节之前九十一大节。 三慈世,吉弥勒菩萨,华言精云,霍见弥勒,最初正得慈心三昧,从始以来,好为慈世。